米兰反坦克导弹 米兰反坦克导弹是法国和德国共同研制的一款 第二代轻型便携式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 从它的名字我们就可以得知 该导弹的作用就是攻击坦克 装甲车或其他的军事防御力量 它的优点就是重量轻 精度高 威力大 米兰反坦克导弹是世界上最轻的反坦克导弹武器 它的弹重仅6.7公斤 可如此轻的重量却能打穿690毫米厚的钢甲 其威力可见是非常强大的 米兰反坦克导弹至诞生以来 共生产了约36万枚 使用国家也多达几十个国家 而且它在世界战场上的出镜率也是非常高的 尤其是欧洲 提起米兰坦克导弹那就是经典中的经典 基本没有哪款反坦克导弹能将其代替 且大多反坦克导弹上还都有米兰的身影 但使用最多的却是非洲地区 这个我们稍后会讲到 在早些时候 坦克的威慑力是非常大的 就是到了现如今 提起坦克也是一个恐怖的存在 坦克有着强大攻击能力 越野能力 且其本身还自带有厚重装甲防护 而为了对付坦克这种庞大的战场杀起 反坦克武器诞生了 现如今我们知道的反坦克武器有反坦克炮 反坦克火箭筒 反坦克地雷 反坦克导弹 反坦克狙击枪等等等等 而纵观世界反坦克武器的发展史 米兰反坦克导弹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 大家都知道 法国是第一个把反坦克导弹投入实战的国家 且法国所研制的反坦克导弹 在世界上也一直独占一席 在1963年时 法国的航空航天公司战术导弹部和德国MBB公司 组成一个名为欧洲导弹的公司 他们打算合伙开发一款轻型反坦克导弹武器 这款武器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米兰反坦克导弹 这次的研制时长高达近10年 在1972年时 米兰反坦克导弹才正式装备于军队 开始了它的服役生涯 米兰反坦克导弹非常的适合机动部署和灵活部署 因为它的安装特别方便 不仅能对付防御力量 还能打击敌方的有声力量 在设计上 米兰可以说非常的独特 其中最为特别的就是它的简易三脚架 就算到了现如今 最先进的MMP反坦克导弹 也是沿用米兰的这种设计 而在之前的战场上 米兰反坦克导弹也一直被视为 是高技术武器装备代名词 该导弹采用目视瞄准 红外半自动跟踪 以及导线传输指令制导方式 无论是运动目标还是固定目标 它都能做精准打击目标 当然跟现在的一些现代化武器 那就没法比了 整个米兰反坦克导弹系统分为 导弹架 三脚架 控制箱 及发射点火装置 它的导弹筒长1.26米 导弹本身长度为0.755米 口径0.115米 在导弹的动力系统上 它采用了一个双推力结构 第一阶段的发动机 最大推力为275千牛 第二阶段最大推力为108千牛 米兰反坦克导弹的射速为 每秒200米 最远有效射程为2000米 最短射程在25米 从发射到摧毁最远距离目标 需要12秒 射程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 这也是为什么它在非洲战场上出现频率较高的原因之一 因为对于非洲的一些战场来说 这个射程已经是足够用了 它的射击精准范围效率0.5米 战斗部采用聚能破甲装置 重3公斤 其中的炸药重量为1.45公斤 值得一提的是 米兰反坦克导弹能在零下40至50度的环境中使用 且射速和射程也并不会受到影响 在机动性上 它能做到500米最小转弯半径 米兰反坦克导弹有两人操作 一人作为导弹发射员 一人作为导弹填补员 操作比较简单 射手只需要通过该武器的发射制导装置 瞄准目标 然后发射导弹 这时导弹会自动对目标进行摧毁 有着发射后不管的能力 且它不仅能用作于地面发射 还能进行空中发射 在地面上 它能安装在各种装甲车 军用车以及坦克上 空射它能安装在一些轻型直升机上 如小羚羊直升机等 米兰反坦克导弹之诞生以来 也经历过多次改进 在1983年时 米兰反坦克导弹进行了 它的第一次升级改进 改进后的米兰反坦克导弹 又叫米兰二型 这次的改进 在导弹原有的精准度上 让导弹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且方便射手操作 并且还给导弹 加了一个固体激光进炸引信 大大提高了装甲破坏能力 上面我们说 米兰反坦克导弹 在非洲战场上出现的频率特别高 究其原因就是它的作战灵活性 并且它最小射程25米 非常适合在街道等地方作战 同时它的通用性非常强 最重要的是非洲大多装备 都是法国制造的武器 这也导致米兰在非洲很受欢迎 有人说 米兰不仅能对付坦克 还能打击直升机以及巡逻艇 甚至还能挡导弹 在海湾战争中 就曾有过用米兰导弹 对抗飞毛腿导弹的记录 同时还获得了不错的战绩 由此可见米兰的强大 总的来说 米兰反坦克导弹 虽说在射程上有些缺陷 但在其他方面的优点 显然是要盖过这一点的 它不仅能在地面发射 还能在空中发射 且路上跑的 空中飞的 海里游的 它都能打 有点万能的感觉 目前除了法国和德国在生产米兰以外 别的一些国家也都在生产 如英国 印度 意大利等 现如今已有43个国家 都在使用米兰反坦克导弹系统 而在米兰这个风头还未曾落下时 法国又公布了一个新型武器 这个武器我们上面也有提到 那就是法国最新型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 MMP 好多人称它为米兰终结者 因为在未来 它很有可能将会替代米兰 成为欧洲最常见反坦克武器系统 MMP更加符合现代化作战需求 它不仅有着强大的杀伤力 且它的导弹在发射出去后 还能对导弹进行监视控制 从外形上看 它基本和米兰是没什么区别的 但在射程上 它要比米兰更远 MMP的最大射程超过了4000米 在2015年时 法国公开了对MMP的一系列测试 显然结果是非常成功的 不然也不会公布 测试中 法国的陆军技术部 对MMP反坦克导弹进行了两次试射 这两次测试中 导弹发射的最大射程 全部超过了5000米 并非常完美地击中了目标 这个射程比最初公开的4000米射程 还多出了1000米 不仅很好地将米兰的优点给继承了下来 还把缺点也都提升成了优点 在导弹发射后 它的导弹所看到的图像都会通过光线 传送到射手的显示板上 这样射手就能根据看到的信息 对导弹进行改正 且它还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 米兰可以说是发射后不管 而MMP则是发射后还能改 其实单从这一点来说 MMP就已经超越了现在大多数反坦克导弹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想了解更多关于MMP反坦克导弹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 或者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后面我们会专门做一期最新型MMP反坦克导弹系统 如果对本期视频有什么问题 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想了解更多 别忘了给一个关注 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 感谢大家观看